好了国产品牌这是又来卷MPV的这个市场 分腾有一款M9在车试里面发布 其实现在的MPV市场已经被自主品牌搞得非常非常卷了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过传奇那台M8 才20万左右的价格 那个货牌真的是不能说豪华了 已经是去到奢华的一个程度 我们就看看这台M9 在很卷的那个M8之后 它有没有还手的一个余地啊 刚刚上车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这台车的地台是挺高的 要跨两级台阶才能上来 不像奥德赛那种车型 它的地台做得非常非常低 另外就有车厢 它的一个配色这种中中的配色 可能之前像宝君730等等那种车用的太多了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出来 但是可能也跟车的一个受众年龄有关 它的受众年龄可能那个年龄阶层会偏老一点 当然这台MPV最重要还是看它的一个中排嘛 对于台MPV来说 最关键的位置当然是中排这个地方 看看它的座椅有些什么样的配置啊 看了一下有这个加热通风 还有按摩真的能堆都堆满了 还有一个角脱在这个位置 不过呢这张座椅啊 刚刚也试过它前后条的那个维度呢 是手动的 它机械有人紧限于那个靠背 因为靠背这边也是有个有一个变异 更加像Alfa那种车吧 不过这两个座椅不是那种独立的座椅啊 就只有一个扶手中间隔断那样 看一下第三排的空间怎么样 有一说一啊 这个第三排在20到30万MPV里面 我觉得是那个体验感是挺好的 因为它的腿部空间首先是比较大 前面是前排往前一个相对能接受的一个位置 其实最最关键的地方 我觉得是在这个天窗 因为很多时候一些T2SUV 或者说MPVD是蛮难受的原因的 就是那个昏昏暗暗 那个光线感不好 让你觉得是很压抑 这里看了个天窗之后 整排车就变得通透了很多了 等待着 等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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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